大家好,羅大米講這些,今天講一下密碼 大家好,現在是2020年的3月5日 今天又是在家工作,第三個星期 想起真的很多哲學問題,包括人生的三大痕 第一,第一個哲學問題,我經常都想的 由小到大都想的,為什麼人生要考試 每次問這個問題的時候,老師都會掛我一巴掌 第二個哲學問題,為什麼人要工作 每次問這個問題的時候,老闆都掛我一巴掌 第三個問題,為什麼開電腦的時候要用密碼 每次問這個問題的時候,都是因為忘記密碼 我們今天要講一下這個,如何設定電腦密碼 一生人只需要記一個號碼,就可以保證你所有密碼都記得 這樣的,據稱,原來考試這件事,公元前1115年 根據Wikipedia說,上書提過有考試這件事 講考試而已,就是考一下你為什麼 就沒有說考完之後可以做公務員 那些就是徐堂時代才有的,不過算了,那些沒有理會了 我現在都改不回頭了 至於工作方面,要上班這件事,真的很奇怪 以前是沒有上班這件事 什麼時候有上班,工業革命才有上班 聽說是Henry Fogg 做車那個 即是開廠做車的那個亨利福特 發明之後有個賣物這件事 那就算了,我也不怪他 至於電腦密碼這件事,就離奇了 電腦密碼,電腦為什麼要密碼 我拿了電腦,我自己用 誰發明密碼這件事,還要經常入 電腦密碼這個人叫Fernando Caboto Fernando Caboto 這個人發明的,以前是MIT 當時他在做一件事叫Time Sharing Computer Time Sharing System 一個電腦同一時間給很多不同的人用 保安之餘,更加重要的是 那個工作究竟是屬於哪個人用的 電腦只有一個,CPU 其實很多人同一時間在用的 包括我們現在在用網絡 很多人在用這個時間 這個小時段是屬於哪個人在用的 需要一個ID,需要一個鑑定 密碼也很重要 當時發明了電腦是要密碼的 所以這件事很久了 19…我都不知道幾年 他發明電腦密碼,我不怪他 因為我記得2000年左右 所有密碼都是六個位的 包括銀行的ATM,按錢 都是六個位的,全部數字來的 大小數你不要搞我 因為ATM只可以數字 六個位其實是一百萬個組合 一百萬個組合 一百萬組合夠了吧 應該不用搞那麼多 但不知何時開才無緣無故 電腦又要大草又要細草 然後又要怎樣 又不可以這樣又要這樣 搞到只記那些規矩 都已經頭爆了 不要說記密碼 這個仇家我後來找到了 這個人呢 七十多歲就算了 他七十多歲了 他就叫做什麼名字呢 叫做Bill Blur 那個名字是壞個人的 Bill Blur 他那時就在National Standards of Technology NIST工作 03年有人催逼他交功課 說大家設立密碼 有沒有一些好些的政策 政策 原來他不是搞電腦的 原來他不是搞密碼的 原來他根本不知道什麼的 職密碼的事 你去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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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讓他找到一份曾年80年代的報告書 就是講密碼的 大哥,那時候還未有網絡 那些密碼表達的很複雜 最好是長一點 還有字要複雜一點 字字就找不到的 不要用媽媽父之狗的名字 然後數字方面 不要用你出生年月日 這鬼不知道什麼 身份證號碼儘量避免 然後已經有八板指 那些書章 哇,真的厲害 交功課後,老闆很高興,因為夠厚 從此,江湖多事 以後各位開始用的電腦密碼 全部都要跟隨這些複雜的調節 然後才可以成為你的密碼 最慘的是什麼呢? 夠不夠要你換 密碼的東西,我現在覺得 防君子不防小人 從來都不記得密碼是誰 就是你和我 自己用的時候就不記得了 有多可因為一個密碼這麼複雜 可以避免黑客襲擊 黑客襲擊 黑客襲擊很高興 舉個例子 現在的密碼不再是六位 六位數字的密碼 如果只是小數字 都要一百萬個組合 一百萬個組合 老實實 你不是用自己身份證號碼 一二三四五六 或者是出生年月日 老婆、子女、出生年月日 那些 真的隨機的話 有一百萬個組合 有很長時間去估計 現在電腦很複雜 還很先進 過程越來越快 隨時會猜到 隨時會猜到 也會猜到一兩天 每次錯密碼 都要等幾分鐘 隨時猜到一兩天不奇怪 所以六位的數字密碼就要改 叫做Alpha Numeric 即是數字加上英文字母 二十六個英文字母 有大草、有細草 二十六個十二 即是五十二個 五十二個再加上零至九 即是六十二個組合 這樣也未夠 六十二個組合 還要玩大一點 做了符號 變成字符 字符 字符即是多少 原來我們用的 101鍵盤 減了什麼功能鍵 1230至9的重複 之外 都有成94個 連上字 連上符 連上大細草 94個 都夠誇張了吧 94個選擇 如果你要選擇15個位出來 不是8個 是15個位出來的話 全部都是隨機分布的話 你猜有多少個可能性 如果我們真的很乖 用15個位置 字符 大細草 字符加大細草 有94個 那94個的話 15個位的可能性 的組合 有四乘十的二十九字方 即是四百萬萬億萬億萬億的組合 大哥 知名數字了吧 已經夠了 如果是八個位的話 同樣是大細草 字符 八個位都已經有六千萬億 這麼多的組合 什麼都夠了 假設我們不要符號 只要大細草加號碼 15個位的話 都很誇張 是七千七百萬萬億萬億萬億 那幾個位都夠了 二百萬億的組合 二百萬億有多少個零 問題是,阿彪哥,不是Bill Gates,是Bill Blur 那個人竟然弄了一個指示出來 又一定要自,一定要符號,一定要號碼 其實如果他又要規定有自有符,又要大小草 不能激缺一不可 機會率是少了,容易中了 容易撞了,因為那八個位置的字 以前說什麼都可以,現在說不行 起碼不可以全部是大草,也不可以全部是小草 也不可以全部是數字 簡單來說,剛才那個可能性 只是不可以全部是數字,已經少了八個位置 十的八次方 好,現在不要太憤青 有沒有辦法可以只記一個號碼 一個號碼,就可以有無限那麼多個密碼 讓我們選擇,而我們是保證不會不記得的呢 這個很重要的,三大原則 第一個原則,你不要在電腦裡 保證在電腦裡,你保證在電腦裡 老老實實 有漢客來,就把一個電腦裡 什麼電腦裡,什麼密碼都出來了 這是第一 第二,你不要所有APP,所有銀行 都用同一個密碼 你這樣搞的,又是一樣 第三,很重要 這個是數學的問題 如果它融在八至十五個位置的密碼 越長的密碼是越難擊破的 我介紹三個方法 這三個方法 我知道大家不要太耐性 我先講我覺得最有效的方法 我都介紹過給很多人 很多人都覺得,都相信過 什麼呢 輸到用時,方向少 我舉個例子 我一生人都要記一個號碼 多都不記 例如我出生的年代,1968 1968 1968怎麼化成無數的密碼 而我保證記得 你看到我多有文化 放這麼多書 這本是煮食的 先放一本,刺養一點 多有文化 我長期放兩本書 在我的桌面 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沒有人知道會不會你真的看這麼久 還未看完呢 因為這本書很好看 有些人喜歡放聖經 我不是的,我沒有所謂 隨便找一本書放下也可以 那本書看不看不看不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這本書幫我找出我的密碼 舉個例子 1968 看看規矩 其實我們只需要找一本書出來 任何一本書 這本書很有趣 這本書是講80年 一宗香港的謀殺案 老香港會知道 叫墨洛倫督賊 謀殺案 那個好像是同性戀者 知而此類 我們1968這句數字 怎樣變成一個密碼呢 我們就揭開這本書的 第1968版 沒有 不要緊 第196版 我們的神奇數字是1968 第196版 第8項 沒有錯,就是這裡 哇,這麼巧 就是他的大名 麥洛倫 Telephone Linda 這些東西 這些字裡面 這個就是我的密碼 就是說 1968代表第196頁 第8項 頭幾個字 頭幾個字這麼長 那怎麼記呢 我也不記得 這本書放在桌面 你會忘記的 怎樣把它變成密碼呢? 你可以直接把頭的三個字變成密碼 如果對的話就變成密碼 甚至乎你描述了它,沒有人理會 看書描述很正常 另外這個方法就是把頭的四個字 頭的四個字,一個叫5311的方法 這個方法以前我在TDC 貿易發展局做的時候 他們將香港公司的名字 用這個方法編碼 什麼叫5311呢? 第一個英文字 我們用五個英文字母 第二個英文字 用三個英文字母 第三和第四個英文字 分別用頭一個英文字母 在這句話裡面 分別是MACLETEL LW 還有大小草 不錯 五三一一 總共拿了十個英文字母 其實十個英文字母 已經很厲害了 有多少個組合 十的十七次方 十的十七次方乘八 這麼多個組合已經非常多 但有些密碼 規定你有數字 數字哪裡來 我看看那一項 看看第196頁 第八項 有幾多個英文字 有幾多英文字本真呢? 就是你的數字 根據這本書 所以我們的文字母 將會是這樣 大草M AC 大草L 細草E TEL 大草L 細草W 再加多個 整個行有幾個字? 九個字 九字就在最底尾 搞定 如果你不記得密碼 你不是吧? 本書放在這裡 你找回你的行運號碼 1968 一定是這個 196第八項 照正說的邏輯 這本書放在桌上 不要忘記 好 我們定期要換密碼 那怎麼辦呢? 如果根據這個方法 很簡單 換密碼 換了 用另一本書 同樣是第196頁 第八項 第八項的字 這本書挺有趣 叫吃東西 About with eager If at times 這項有十個字 所以我的密碼 將會是A-B-O-U-T-W-I-T-E-I-10 很簡單 只要你用慣了 這個方法 我保證你記得 所有密碼 你不喜歡的話 就拿到兩本書出來 對了 有些人不喜歡看英文書 如果平時不看英文書 放在桌上 就一定知道你有什麼問題 不要緊 中文書 中文書也可以 中文書也可以 譬如說這本 這本是叫做 戰鬥在香港 講這個東江中隊在香港 二次大戰時的封攻遺跡 我們同樣的方法 1968 第一百九十六頁 第八項 第八項說什麼呢 香港這塊特別的土壤上 很長 中文怎麼變成英文字符 我們有一件事叫做拼音 香港的拼音 香港還有音標 香港是第一聲 港就是第三聲 然後下面那些不重要 因為香港這兩個字 已經有足夠的資料 我們做一個密碼 這裡有十一個位 香港這兩個字已經有十一個位 就是三角 中間有一和三 有大草和有細草 這個就是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是什麼 細草 第二個方法 Enigma Enigma 是一部機器 30年代已經有了 那時候就是 因為又是那個通訊 打電報的通訊時候 電報其實就是大氣電波 是人都截到的 那就糟了 我有些商業秘密打給你 你有些商業秘密打給我 如果是大氣電波 大家都截到的 那還不是秘密 有個機器已經可以收到 所以他們有些編碼的機器 Enigma 後來這部Enigma 被希特拉拿去做海軍、陸軍 空軍和潛艇部隊的編碼 不要帶這件事 如果有興趣 就看看一部電影 叫Imitation Game 說一下英國人 怎樣用他們的 Best Street Park 去破解這些漫漫 這部電影挺有趣 雖然不是事實 Enigma 這個機器 據稱 每一個字母出現的可能性 是1.58x10的18次方 我們可以找一個APP 現在不用買一部機器 不用錢 APP裡面有幾樣東西 可以調校的地方 例如Scrambler 可以撈亂字母的機器 那個圈 圈是個Ring 你的幸運號碼是甚麼 你的幸運號碼 就放在Ring Ring 有三個 例如1968 第一個Ring 就是19 然後是6 第三個就是8 這個就是你的幸運號碼 其他東西不要搞 你說我買那個APP 每個APP都不同 可以嗎 你可以在Scrambler上面 三個英文字母可以設定 例如我這個APP 我這個APP 是叫PRU 我們把它設定到PRU 要記得才好 然後我們就交 下面的Plugboard 就是把A變成Z 都可以這樣再調 不用這麼複雜 好了 然後下面有一個叫ParaPhrase 就是你想把甚麼字 變成你的密碼呢 視乎網站需要你的密碼要多長 譬如正常這些八個位置 我就索性打個Password 這個字 你打Password 這個字 打了之後 就這麼高 一高 根據上面的設定 就會做出一堆這樣的東西 這堆東西都不簡單 你不要以為它原來PASS 就是代表這四個 這四個以後 就代表PASS 其實不是的 你看個S 重複的S 其實上到去之後 兩個字都不同 因為不同的英文字母 在不同的位置 會根據那個機器 轉轉轉轉轉 轉到另一個數字出來 只有這部機器 才可以重新解碼 就夠了 做了一個好像很隨機的一堆東西出來 這個都可以幫到手 不過老實說 這個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最大的缺點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忘記的話 你真的忘記了 毫無邏羞可言 你找這個App出來 我連設定都忘記了 這樣就對不起 第三個方法 我都很喜歡用 好的密碼 就不在於它是否很難讀 因為電腦和黑客 基本上它不太理會那個字本 真的是什麼 以前就說用字典 逐個字去掀 這樣就會快一點 現在都不用了 現在它根本就是隨機去做 所以關鍵就是 你的密碼只要夠長 有那麼長就那麼長 它用了幾長你就做幾長 這樣你的密碼就安全了 所以這些密碼 我看過另一篇文章 就說其實密碼是我們每天都用的東西 我們前意識會記住 而這個密碼對我們的工作 其實是有正面作用的 例如這樣 我呢 要一個十位數的密碼 我就打這個字 I love my job I love my job I love my job 可能是十位數字 十位數字的密碼就來了 你喜歡的話 就加一個十在後面 那就已經有十二位 有了數字 你喜歡大小數 你就做大小數 一句說話而已 我剛剛準備持工了 我改為一個十五位的密碼 就是 I love my job No way 如果我剛剛回身工 就寫著 I love my job Maybe 都是十五位的密碼 那當然 什麼叫Motivation 就是說 這個密碼只有你知道 每天你都要用 那我就可以用這個 一定TOT 一大草T ing大草T 大草O 大草T 是不是很Motivational 我不想用英文 我真的喜歡中文 那怎麼辦呢 到達 你懂得拼音 豬仔包大家都喜歡吃 改密碼其實很簡單 有些人投訴我們 說我們公司的密碼很麻煩 最近幣公司改邪歸正 登入方法就簡單很多 以前有些朋友跟我說 你公司又要登入代號 就弄一個 然後又弄一個密碼 又複雜複雜 這樣 複雜複雜 沒辦法 細度如此 那現在就不用了 怎樣呢 原來呢 首先呢 按一下客戶登入 客戶一登入的時候 原來可以用身份證號碼登入 以前一定要登入代號 那我就說 賀先生 登入代號我又不懂 我又要用電郵 找回 有沒有辦法 有辦法 重新登記過 不用了 現在身份證搞定了 身份證號碼 香港就是香港身份證 顧迴就不用了 兩邊開山顧迴都不用 就照樣打電話 可以用國內的身份證號碼都可以的 護照號碼都可以 如果你用護照 在我們公司買單的話 然後就打進去 而密碼呢 就沒有變 就是當時你登記那個 如果你忘記了密碼呢 就要按這個 忘記索取密碼這個 照舊登入 那其實呢 跟著他就會有第二重的登入提示 就是說你登入之後呢 公司會寄一個短訊去你的手機那裡 這個呢 也是一個很有效的保安來的 確認了手機上面的號碼之後呢 那你就可以繼續使用了 說完密碼呢 設定密碼很麻煩 不過記住 有什麼最好的記密碼方法呢 有些人說寫在張紙上 放在格碼裡面最好 聽說去年好像有個 加拿大的Bitcoin交易所 老闆失蹤死鬼了 他就是把所有的密碼 寫下了 不過不知道去哪裡 然後就自己死鬼了 那他在交易所裡面 有2.5億加元的Bitcoin 沒辦法拿出來 好大劑 第二個方法最好 當然是記住他 記住他沒有人拿到你的 在自己的腦袋裡 沒有人可以拿到你的密碼出來 那當然啦 你密碼多 App多 你的頭要很大才能記住 那不然呢 就用個正話的方法 記一個號碼 搞定 好 今天說到這裡 多謝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各位朋友可以訂閱 訂閱 我會做多些好的片段給大家看 多謝